而在萧山江里的土著鱼 一年四季为当地人提供了新鲜食材 鲜民早期就以捕鱼为生 鱼民汪惠林从16岁开始 随父亲捕鱼至今已有40多年了 每次长朝前 老汪都会和老伴一道在江中撒网 等潮水一过就开始收网 这一次他们用的是一张四百米长的大网 但貌似今天的收获不是太好 去年都是鱼类 2019年老汪靠捕鱼赚了七十多万元 但是2020年由于8月份洪水过境的原因 大量的鱼随着洪流流进了泄洪的河道 潜塘江的鱼反而少了很多 一个小时的收网 四百米的超大鱼网竟然只捕到了大小不一的四条鱼 虽然收获无几 但是老汪还是将一条小鲰鱼放生了 鱼民都深安与大自然的相处知道 何时该进步 何时需放生 他们都严格遵循着自然法则 只有更好的保护潜塘江 才能让他们的生活世代无余 物以稀为贵 捕捞的江仙数量锐减 必然会导致价格上涨 文艳码头附近 渔民们将打捞上来的江仙 在一处集中受败 久而久之 形成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江仙一条街 当地的老饕食客们都知道这个地方 买的就是一个新鲜 我反正跟他们说过了 这个也要 这个也要 一切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 我什么要求 红月根在当地经营一家江仙饭店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 每天他的固定工作就是 来到这江仙一条街进货 主要是前堂江的东西 好的东西我都要买 叶贝地就是金的就是都是监货 这个蚊钉虾 他们金的和叶贝地都是监的东西 炸起来的 这个就是家里面的盗鱼 盗鱼是也是前堂江里面上登的鱼 如果是上半年的话要几千块钱一起 前堂江刀鱼体型狭长侧薄 颇似尖刀 肉质细嫩 肥而不腻 兼有微香 对于生存环境 刀鱼要求极高 一旦被捕捞会在瞬间死亡 这个江里的鱼 这个钓鱼是就是要活的话 剩些都要下来的 这个针 拱着了又死了 鲁鱼 这个是江里面的鲁鱼 鲁鱼鱼 鲁鱼要稍微中等一点 一斤多一点两斤左右 稍微弄持起来嫩一点 前堂江子鱼 至于红烧清蒸 这个八十块钱 这个鲁鱼 这个如果买的话 六百到七千块钱 家里面的前堂江甲鱼 也是呢 你看脚尖 指尖越细越好 这个前堂江的螃蟹 野生就是越长越尖越好 江鲜价格不菲 食客们对做法当然更为挑剔 为了最好的保留食材本身的鲜美味道 清蒸是制作江鲜的不二直选 看似最简单的做法 却最考验厨师的功力 每次有客人点到清蒸鲁鱼 洪师傅都必须亲自上阵 选择一条不到一千克的鲁鱼 现纱 去除鳞片和内脏 前堂江水质优良 在此生长的野生鲁鱼 通体银白发亮 不是前堂江的鱼 一般没有像前堂江鱼那么白 将整条鱼改刀 既要将鱼分切得更容易蒸熟 又不能影响鱼的整体美观 在鱼身上撒少量食盐 用几根竹筷将整条鱼架起 鱼盘底保留空隙 让蒸汽能够快速抵达鱼的全身各部位 以免让鱼肉老嫩不均 三十余年 洪师傅一直还在使用最传统的蒸锅 竹边的锅盖更有透气性 不会存留水蒸汽 影响鱼的味道与口感 蒸的过程 洪师傅寸步不离 要让一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 时间和火候的配合必须天衣无缝 而这一切并没有标准的规范 必须凭借厨师的经验判断 冬年的经营下来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鱼碰到 我也是自己蒸的 自己上长长长蒸的 所以我对这个鱼有研究 这个鱼如果大一点的小一点的 我们几十年下来 大致有一点直接有个标准 所以说这个鱼我们自己控制 对于一条不到一千克的鱼鱼 大火五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刚刚好 蒸好的鱼鱼白嫩透亮 鱼肉坚实 撒上青红椒姜丝 最后淋上一勺热油 鱼皮与鱼肉中的蛋白质 与氨基酸 在热油的碰撞下 激发出极致鲜美 鲜香四溢 鲈鱼适合清蒸 而体型庞大 肉质厚实的胖头鱼 更适合制作密质鱼丸 厨师将鱼一分为二 用刀尖在鱼肉上来回刮蹭 剔下细密的鱼肉 只有肉质足够鲜弹紧实 才能经得住这利刀的考验 在潮水中翻滚长大的潜塘江鱼 正是凭着风浪里锻炼出来的好身骨 保持了鱼肉最好的弹性 潜塘江有潮水 这容易这个鱼呢 也经过风浪淡裂 淡裂了以后呢 这个鱼呢就感觉 头感呢 这个吃起来就很好 将刮下来的鱼泥 像剁饺子馅一样 大力剁碎 再放入搅拌机中 加入适量水 打成更加细软的鱼泥 然后用筷子不停顺时针打圈搅拌 直到上劲洒入食盐 再次搅拌 将鱼肉的弹性彻底激发 最后厨师用手挤出鱼丸的形状 用勺子稍加修饰 放入冷水中 检验一个鱼丸做得是否符合标准 就看着做好的鱼丸 是否能漂浮在冷水之上 大火将水烧开 将鱼丸置于废水之中 直至熟透 煮熟的鱼丸 比之前的体积略大 圆润精致 韧性十足 落地反弹 在碗中加入紫菜干 海米及葱末 用煮鱼丸的热汤浇入 再把煮好的鱼丸放置其中 一碗美味的清汤鱼丸 就可以上桌了